Alasso 對 這個是韓文欸 Alasso這個網站 嗯 就是購買了一些產品 然後今天終於收到了 第一款呢 是這個Oring Jeans 他家的這個蘑菇水 那因為這個產品好像就在之前就已經 非常人氣 有那種鎮定皮膚的效果 然後用起來是溫和型的嗎 我不知道欸 嗯 好像大家都是那種 拿來濕膚會說比較有效果 嗯 它就是 這是什麼味啊 就是 對 會有那個味道 臉部清潔完之後呢 就是可以拿來濕膚 這個眼影盤呢 我是看它全都是牙光質地的 所以說我就想要買一個試一試 因為它的價格非常的便宜 而且它別的顏色就是跟Naked的那個眼影盤就很相似 就是像這樣的 價格很便宜 而且顏色非常多 有珠光的 然後看哪一個色系的之類的 然後我選了一盤是這個亞光的 現在日本也有這個裝櫃的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就還蠻後悔的 現在變成還要找代購和那些購物網來買 好像就是保濕效果很好吧 所以呢 自己也是一直都蠻想要的 然後當時我那個時候想要的時候 發現日本已經沒有賣這個牌子了 對啊 所以這次終於找機會 買了一個這個粉底液 色號是 51號亮膚色 對 這個是亮膚色 就是這款 這款好像超人氣的 就很想試一下 很好推耶 嗯 弄到鼻子上 它有果香味耶 而且看起來光澤感也是超級好的 遮瑕我覺得還不錯啊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在我臉上的話 就是上臉應該顏色會不夠白 對 因為我身上被曬黑了超多 但是我脖子好像跟臉上的顏色呢 就是我粉底液用很白的 但是我脖子好像還是太白 光效好像超級好的樣子耶 害得我就是好想快點上臉看一看 什麼感覺 而且它的光澤感非常的漂亮 就是目前上在手上啊 遮瑕 遮瑕力我覺得是 應該中等型的 它遮瑕力並沒有非常的好 當時它很 妝感非常的自然和保濕的那種感覺 對 感覺還不錯 很棒的樣子 果然就是 高人氣的東西應該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這一款遮瑕 其實它家遮瑕我不知道好不好用 因為買了這個粉底液 所以呢也想試一下它家這個遮瑕 這個遮瑕我好像是買提亮色嗎 對 也是51號亮膚色的這個遮瑕 它這一支遮瑕呢是有10毫升 還想要冬天的時候用的 因為冬天的時候我是混乾 皮膚嘛就會變成比較乾 然後呢是像這樣的 然後輕鬆就可以擠出來 對 這遮瑕好像也有果香味耶 然後它顏色會比較白 所以我到時候可以拿來做一個提亮 然後這個遮瑕呢看起來就是也是屬於偏滋潤型的遮瑕度 我覺得也算是還不錯耶 就是摸起來的感覺還蠻好的 美寶蓮的這系列的這個 嗯 就是蠟筆款的這個 潤唇膏系列全都買下來了 因為日本現在有開始賣 但是目前只賣三個顏色 對 就很少 而且它價格也不便宜 所以呢 這次就是在這個網站上看到很便宜 就想要全賣了 嗯 Baby Lips我有非常多 就是以前賣的 就好像因為 它們是糖果色 所以就 想要收集它們 對啊 就是想要收集的那種感覺 我現在 先拆一個橘色的來看一下 試一下效果 它好像還蠻顯色 而且蠻滋潤的 像這樣 嗯 而且這個網站最好的一點就是 它買到多少錢 它能夠包油水呢 我覺得這個是 特別好的一點 就不 就不需要油費 應該買的是六個顏色才對 可是我好像發現 這兩個應該顏色是重複的 就是我 以外觀來看 我覺得它們顏色色號是重複的 要做一個濕色 其實我不知道我的相機濕色會不會準 嗯 可能這樣看的話會比較準 我覺得這個 跟這個好像沒有差別 跟這個好像沒有差別 應該是重複了我覺得 對 應該是重複了 所以它應該有少記了一個顏色 然後重複多給我記了一個 然後這個顏色呢 它是比較淡的 它好像塗上沒有什麼顏色 嗯 有淡淡淡淡的裸粉 這應該稱不上裸粉 應該就是 幾乎是沒有顏色啦 但其實稍微會有一點點 不是完全透明的 對 這個才比較像裸粉色 而且它們的味道 都是很甜的 然後這個是紫色的 那種感覺 我沒有辦法分別它們的色號 現在 色就是我現在塗在嘴唇上的 其實我塗在嘴唇上 應該也沒有非常的準確 因為我之前是有 塗了 那個 別的顏色 然後我現在 可以把嘴上的這個 再擦掉一遍 然後再重新塗一個這橘色 可是我嘴唇看起來 現在還是有點紅 嗯 好好看喔 換到NARS的這個牌子的時候呢 你們竟然看到這個限量欸 當時出這個限量的時候 沒有買嘛 然後 就是看到有這個限量 就買了一個 色號是 4057嗎 還是 什麼 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顏色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可以拿來做 腮紅和修容 就是那種混合體的 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特別 比較特別的顏色 對阿 因為我好像每次買腮紅 我都喜歡買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腮紅就是 對妝容來說還是蠻重要的 這個SIGMA的這個3D 的刷頭的這種遮瑕刷 對阿 然後就是 第一次買這樣的刷 遮瑕刷 它就這樣 我覺得很可愛 它還有出那個粉底刷嗎 但是我沒有買 對阿 因為我覺得粉底刷好像就是 有幾把就已經夠了 一直買的話還蠻浪費錢的 先試試這個遮瑕刷好不好用吧 如果說很好用的話 我可能還會再考慮買一個那個 大的這個3D的粉底刷 對這個是SIGMA的 超喜歡SIGMA的這個 刷子系列 和這個呢 是我 想要好久了 但是其實之前就是一直沒有捨得買 可是因為它出的系列太多了 就還是一個願望 想要把它們集齊 對 是這個Naked One 因為我已經有第二代和第三代 還有它那個小的那個眼影旁 所以呢 第一代我一直都沒有買 因為我一直覺得第一代的顏色 好像稍微會有點生 所以呢 就沒有買 但是這一次呢 我還是 想要圓我的彩妝夢 就是 把它們給收集齊 對 然後它就像一個巧克力旁一樣的感覺 對 這個是第一代 感覺打開還蠻漂亮的 妝還蠻特別的我覺得 就跟他們之前的不太一樣 我把我之前的拿出來看看 現在不是還出了那個 smokey eye的 smokey eye 對 那個眼影旁嗎 也就是他們新出的 上一次我去沖繩的時候 我讓朋友把我買了 然後他們買了 竟然萬計帶到沖繩 所以 還蠻遺憾的 對啊 我終於把他們三代都集齊了 這裡的最後一個產品了 好香喔 原來我那些產品全都是這個的味道 就一直覺得特別香 好香 好香喔 這種沙肉形式的這種 就是你把它倒下來 它會 有這個香精就往下滴 然後這個玫瑰味超級香的 對啊 然後可以擺在房間裡面 感覺好可愛喔 就是真的好漂亮 就沙肉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人 就很喜歡沙肉的那種感覺 對啊 就很棒 我很喜歡 就是這樣 會香的東西 擺在家裡面 我已經分享完了 最後呢 跟大家來說一下 他們有哪些支付方式 因為我怕到時候 就是很多人會問我 因為它的支付方式呢 你可以用支付寶 支付寶呢 是好像 我們大家都會去用的 還有一個是PayPal 就是如果說你在國外的話 你沒有辦法 在國內用支付寶 你就可以用PayPal支付 PayPal支付呢 就是很好 它全世界全球都通用的 因為我之前讓美國的朋友 把我買的時候 我也是用PayPal付錢 給他付美金 但是 在這個網站上呢 它也是 如果說你用PayPal支付的話 它會收取5%的手續費 對 然後還可以就是 銀行匯款轉帳之類的 所以呢 它的這個支付方式 什麼都算是蠻好的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購物網吧 雖然說挺方便的 但是唯一的一個缺點就是 它牌子很多 但是它每個牌子裡面的產品呢 都比較少 好像只有一些 口碑號 就是人氣的一些商品 然後 系列並不是那麼齊全 所以呢 我希望他們這個購物網 能夠加強 就是 增強一些他們的產品內容 嗯 就是一些吃的啊 用的 和一些彩妝 護膚這些都有 所以呢 算是一個蠻方便的吧 然後價格我覺得 就是 有些東西蠻便宜的 有些東西就好像沒有 沒有那些灰濾晃霜的那麼便宜 所以呢 就看你們自己選擇吧 我是選一些 跟日本相比起來就是 比較便宜的我才買 做一些活動 然後這些就是 有時候會有折扣 還有一些就是 你買到多少錢它呢 就能免郵費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大家都比較 喜歡的 就是能夠免運費 好啦 那今天的開箱影片呢 就分享到這裡囉 然後我會在 下次的彩妝分享裡面 用到這些產品 好 期待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